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个发展 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同样也要再关注也是 政商关系好成为焦点的连胜文 那么要宣布即将要宣布说他要来选台北市长了吗 但是呢就立刻出现了买康师傅TDR 然后拿了所谓退庸的这样的一个报道 更加加深大家对于金权权贵的一个印象 但是呢我们要来看到是 到底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定媒体 拿得到检调单位的笔录 这个部分呢北检推给是律师外泄的 北检这样说又对吗 为什么不要主动的调查清楚呢 好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同步来关注这两大议题 我们先来看看K7厂到底会不会停工 这月光K7厂会不会勒令停工 高雄市环保局长陈金德 20号上午一早8点 直奔高雄市府要向陈局市长报告 气氛凝重 一向面对媒体坦坦而谈的陈金德 此刻是头也不回进了会议室 因为停工姿势体大还要跟市长报告 时间回到17号下午4点多 赶在最后的期限 日月光由副总专程把陈述书送到了环保局 内容大致陈述了 日月光已经尽全力完成了污水处理改善计划 和环保局充分了解 在衡量后续处分方式 共有一室两份 其中一份是特别给陈金德局长 强调污染非蓄意是偶发事件 最近已用尽团队力量设法改善污水处理 和环保局以及各界能看到他们的用心 这个是希望环保局能够充分地 看到我们的陈述书之后 由他们来看看 是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回复 陈述书写得洋洋洒洒 不过环保局从日月光19号下午4点多 经过肉业审查 直到隔天零时30分 完成了审查 倾向以水污法73条 偷排污水情节重大 符合勒令评工 不过采取结果如何 还没拍板定案 面对K7厂恐怕会被停工 厂区员工作息比较正常 不过一旦被停工 日月光极可能紧急提出行政诉讼 如果行政法面的判决 最后是停工不合法 市府必须赔偿日月光的损失 由于K7厂年产值高达 240亿元新台币 这项裁处对市府来说 是一项沉重再沉重的审查 记者翁崇文 陈胜义 林郑燕 公司报道 好 看到这儿 这个两难吗 看到对环境的保育 对经济的发展 但是看到对于这样子的采取 其实厂商也有他的救济之道 就我们刚刚讲 打的是行政诉讼 那么在整个日月光 整起事件的发展过程 到现在当中 到底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其实在这里是被批评 是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们刚才特别说 在这个时候告诉你 中立厂确认是没有买案管 那那个水是怎么排出去 偷排吗 偷排布也是不合法的吗 那高雄厂的部分呢 这个环保署长沈世宏认为说 那个高务市长陈菊 你早就知情是这样子吗 所以整体事件对下来 要难判定 要难下决心 问题在哪里 还是政治的考量吗 到底环保的问题 为什么跟政治一定会扯上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地谈一谈 现场四位来宾 先为大家来做介绍 我们第一位介绍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季国栋 国主好 湘金大家好 今天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 我们第一位是蔡玉珍 国主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评论员是陈金兰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下来请到 国民党籍的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国主好 观众朋友笑完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正式结果还是还没出炉 表定时间现在是下午的2点5分了 但是高雄市政府 还是没有正式的 开记者会正式的做宣布 是还没有决定吗 还是这个决定真的是很难很痛苦 对陈金德局长来说 这个如临深渊 歪掉下去就是万丈的一个深渊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在星期一的时候 这是日为光的董事长张前生 他面对媒体他致歉 但是没有认错 但强调说 没有高雄就没有日月光 没有台湾就没有日月光 他绝对不愿意毒害台湾 到昨天送来的陈叔叔 也不断地强调 那叫偶发事件 会赶紧的做改善 通通不是故意的 这个张先生要来跟流台湾 不会离开台湾 但是也在这时候特别提到说 接下来一年 会提拨一亿元来 面对大家做环保的心意 因为大家看见台湾之后 全台湾人民 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国土的保育 要一给给个30年 total的30亿元 这是张前生的心意 但这样的心意 能不能改变待会的结果 我们不晓得 来看看K7厂的整个发展的过程 请纪委员带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是12月9号的时候 被发现被逮到 那怎么办被确认 那个是排的是有毒的 有重金属 而且是强酸的水 于是给你书面通知 口头公知 先给口头说告诉你 要来热令停工 然后再给你书面通知 10天陈述期 昨天到 那么正式做了陈述之后 漏夜开了这个审查之后 高院市政府到目前为止 释放消息都说 应该要热令停工 这个过程 这十来天 过程当中 你也看到新闻 人家反反复复的 攻防的过来 攻防过去 这事情有这么难吗 还是里头 政伤问题 很难理清 所以高院市政府还在头痛 这个财令 热令停工 10天的这个除愤期 通知时间已到 这个图穷比线 不过把整个历史压缩 应该是从99年开始谈起 我很简单的谈一下 他的来龙去脉 第一个是日月光 他们当时 跟加工舒服务处 他们申请 把他们那个污水 排入海放管 这个日月光的公文 第二张是 我们这个加工舒服务处 同意的公文 同意说好吧 但是废水处理 必须依规定办理 要复合放水水 对对对 第三张是 高院市政府 请他们依规定办理 我先讲的就是说 海放管到底知不知情 我们在这边确定 海放管的设置 高雄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经济部 加工处我处都知道 这是海放管 可是有没有偷牌 我们的张天文董事长讲说 第一个单立事件 第二个没有 非蓄意 第三个就是 没有案管 没有案管 我想应该是没有案管 可是是不是蓄意 他被发了二十几次 我们上次讲过了 然后12月9号 他被查获之后 接着在12月12号 还是有继续 还是有继续排用污水跟废水 所以就高雄市政府立场上 他有偷牌一定是没有问题 尤其我们水务法的规定 就是说你有把工业的污水 废水排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还有影响水质 或是影响环境的话 就可以裁定 热令停工或是歇业 甚至如果说情节重大 还可以把你的排放许可 把它撤销掉 最严重是可以这样的 不是停工最重要 不是停工 没有排放的许可 还有最重要就是说 如果说你很严重 还可以把你的许可 撤除掉 所以其实现在争论的重点就是说 你有没有偷牌 那现在一边说 一边说有 一边说没有 日常公说有啊 我有跟你讲说 我要排放到海放馆 可是高雄市政府这边讲说 我没有同意啊 我没有同意 你放的就是偷牌嘛 所以我觉得 从到现在来看 高雄市政府应该站在 比较迎面这边 但我们觉得有点压抑的就是说 其实卫生署 环保署 这时候跳出来第一时间 可能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状况之下 马上讲出好像跟我们地方环保局的立场 好像有一点点相对立的这种态势 我觉得好像不是十分允荡 荣获啦 因为环保署他要讲说 我是善意提醒 希望保障合法 取缔非法 我是要求他们好好检视 审慎 如果做错了以后还会面对所谓的国费问题 立场是对 问题是人家会质疑说你是环保的最高指导单位 你怎么立场上可以跟厂商站在一起 所以我讲个笑话就好像说 两个人一样在拉一条牛 比下来看谁拉赢 然后我们高雄市环保局是拉的笔头 拉笔头就民意 拉的笔头这边 然后我们的环保署是拉的牛尾 两个一二三一拉一定是牛头拉赢的 换句话说 民意现在是站在 站在高雄市政府这边 那重点是 其实负责要取缔 而且要裁罚 也是市政府的权责 那你今天 环保局 环保署 在中央这样 这样嚷嚷 我觉得意义不大 恐怕会引起非议 而且会模糊焦点 但是我看 还是要提醒 提醒我们所有的主管官署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裁定下去了 听说已经确定停工 对不对 还没正式公布而已 还没公布而已 但是我们日月光 也不要因为 假设被裁定停工的话 也不要因为这样 自暴自弃 你之前所承诺的 捐款给地方的30亿也好 或是赶快用最快的行动 赶快把它 你这些 整个污水厂修益好 恢复到正常的状况 我相信 这样才对得起 台湾的民众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好吧 那就摆烂着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大肠硬有的风范 我们谢谢委员 他不能摆烂 因为在摆烂就继续的罚 继续的查你 继续的罚 所以刚刚委员点到说 其实这个 这个K7厂 光讲日月光的K7厂 我们今天都已经列出来了 从民国100年到现在 查查查查查 查了多少次了 查到非常非常多次 当然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 也在质疑高中市政府 民国100年的7月27号之前 你们是没查吗 那这也没交代了 你说有记录以来 这么多次 一路查到现在 特别是在 10月的这次一查 然后在10月的9号正式 之后呢 隔天他们还再继续的乱排 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还不止K7 K5 K11 也有这样的问题 甚至很多的民意会认为说 那么这个K1到K15厂 告诉环保局 是不是应该每一家都好好去查一查 是不是每家其实都在偷排呢 中理厂查了 但现在说没有案管 一开始搞桃园环保局 也是很大型 就现在说没有 这个情势的转变 到底是地方政府有问题 还是呢 在这里的日月光 正是一个大厂 大家惹不起 这10天的陈述期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用尽各种的管道跟力气 在这里也想尽办法 要扳回一城 忘了不要忘了 张前生董事长 政商关系蓝绿都非常非常之好 这是高雄日月光 K7厂的一个记录 我们在这边同步带您来看 好那事情毕竟是发生 总要赶快做一个解决 那这解决要怎么样来解决 我们看到今天呢 待会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现在2点12分了 那么高雄市政府 环保局的记者会 还没有正式的开 还没有正式的宣布 来做相关的一个动作 真的是非常难以做决定 我们真的不晓得 但是我们继续就要看到说 这是整个K7厂 现在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恶意的累犯 K7厂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但是问题是呢 已经被逮到 这就不容许你在这里 再来做逃避 我们接下来赶快就请陈一位 带我们一起来看到说 K7厂到底该不该停 能不能够停 这当然就是就法律 然后来论处说 到底你被查到的排放的污水 是真是假 法律要怎么来做裁罚 那K7厂现在大家说 也是很大条件事 它有5200名的员工 人不少 那么它呢 年产值240亿元 好伟大 然后呢 这个单月营收就有 7500美元 大概22.2亿台币 所以呢 K7厂对于日游光来讲 也是重调一只金鸡母 大概一年营收 有占到一成左右 但是问题是呢 你10月1号被逮到 10月5号又被逮到之后 现在呢 到底这个 要怎么样来做裁罚 昨天陈叔叔送来之后 强调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单一事件偶发的 这都是很多在脱罪的模式 这个部分能够得到认可吗 这方面的消息说 不太可能 但我们继续要关注到 这些人的问题 产值的问题吗 我先来讲 这件事情 已经面对一个政治性问题 不是环保议题了 如果要去追求公平正义 我们就有依法办事的条件 如果变成政治事件的时候 就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其实就是蓝绿 因为它不同一个政党色彩 在这个过程中 我必须去讲 这个问题能不能求得双赢 可以求得双赢的 这些5200人 可不可以不停工 可以不停工的 日游光可不可以 诉所就范 可以诉所就范 高雄市政府现在在讨论 高雄市政府知道他接管 但是他没有排放许可 怎么可以去接管 这是一个调诡的东西 就是说我明明就 你不可以到我们家来用餐的人 我怎么会把碗筷先准备好给你 然后你说我没有准许开动 你跑来偷吃 这是一个调诡的地方 如果说你让他接管 你现在就去接管 我所谓接管是什么接管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 他偷排放污水 如果他现在运作的部分 大家没有问题 大家不需要造成经济的冲突 不需要造成这些人失业 你把他接管是什么 我不需要你排放 但他有吃他有放 那这些东西去哪里呢 我可以告诉你 像他们这种科技大厂 如果碰到水资源匮乏的时候 他们是大量请水车来送水 因为他不可以 让他们单子没办法运作 一样 现在的排放水 你全部不准他排放 不管是陆放管或是海放管 你加所有的水囤起来 我检查许可了以后 你处理到OK的时候 你再来排放 不是不能排 如果现在在检查的过程中 是OK的你可以让他排 不OK的不可以排 那如果我们是要惩罚性 我觉得那惩罚金额太低了 你要惩罚性 去惩罚他的老板也好 惩罚他的公司也好 但不要惩罚员工 因为停工是有一点 你说是怎么样 那是PD手段 我让你怎么样 让你痛 可是真的 讲日月官 你把他停工痛到谁 痛到老板停工公司 其实那还好 痛到是员工 那我们不要让他痛员工 我们痛老板 我们用你行为人 你是负责人的角度 用公司用行为人的角度 来去处罚他 我觉得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可是我还在讲 中文跟地方都不要推 为什么说都不要推 如果高雄市政府 这三年来不作为 中央你要不要介入 早就该去介入了 你带回去处理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讲 如果高雄市政府 你三年来不处理 你现在这样的大动作来处理 其实讲白的 我们现在都在看一个状况 高雄市议会 为什么没有声音 高雄市政府 为什么不敢强势 这些东西比例原则 你看看这个比例原则 合不合比例原则 以高雄的战斗民族性的话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 如果它发生在新北市 我可以告诉你 我第一时间冲到他们厂里面去了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隐设 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日月光的人脉纠葛 这些东西 实在是让我们不 我们后面会讨论到 这个顶星是不是也有用 政商人脉的关系 让很多的声音给降下来 或者排挤到很多的问题 日月光难道有没有 陈菊市长要不要出来讲 他在选举过程中 日月光给他政治捐献多少钱 合法的话呢 合法的OK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最起码民进党政府 在高雄市政府 在处理这过程是聪明的 为什么 他们前面先让他们的 这个陈菊长 先把战场都清理清楚了以后 最后刚才宣布 要停工是谁来宣布 陈菊 所有的政治形象 陈菊拿到了 就我来喊停工 可是前面的这些 纷纷牢牢 这些在 厘清也好 这些在斗争也好 让局长去打 操作上 我觉得高雄政府是成功的 可是操作成功 不代表大家看不懂 这件事情 有没有在蓝绿对抗 有没有在中央跟电脑对抗 绝对是有 那好听是 希望厘清责任 不好听是什么 推卸责任 所以就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回到那个原点 国董也是有希望 要出来服务大众 现在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有机会 参选新北市市长 我要告诉你 下次参选首长的讲清楚 什么责任你扛 我就说 柴米油盐降速查 人事实地物 发生在新北市 八战状况我负责 至于中央地方这些问题 当我们要讲 100年以前 是不是成局的责任 其实坦白讲 整个后金西亚 那时候县市没有合并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怪他 所以我们把责任厘清 责任厘清了以后 就会知道 这个责任属于谁 谁该负什么责任 那中央的部分 那个环保署署长讲出来 他可能有所考虑 可是他的立场错误了 因为讲的那些话 营收影响 这些也让经济部去讲 你环保署就是说 即使影响你的营收 影响GDP 影响这些东西 站在我环保署的立场上 我不能牺牲我们的 我们良好的土地 土壤DNA 而去成就你这个经济的数字 所以应该 环保署署长 不能讲这句话 这个可以让经济部来讲 好 但是现在我们环保署长 沈世宏一开始也觉得说 那一定要支持 这次地方政府做的真是好 但是这两天陆续就开始转向 说你刚刚是应该知情吧 那么你相关的警察人员 这么些年来查查 查到最后这次呢 才终于要来做大动作的 一个行政 以及法律上的裁判 那你是不是 之前都是在做重放 好 那么中央的环保署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吗 刚是政府如果怠惰 中央你为什么不做 还是中央你同样在这 也都不敢碰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最后这K机场 命是怎么样呢 还是没有最后的结果 我们请玉珍带我们来看 如果真的K机场 要来勒令停工的话 我们说各方面的影响都有 来我们来看到这影响 比如说呢 要停工的话呢 对日月光来讲的话呢 哇它是怎么样 这个接下来半年 它如果要回过头来 把他自己的行政诉讼 什么等给走完的话呢 其实接下来 它要有点时间 它有点时间的话呢 是怎么讲呢 它要半年时间 才能把紧急诉讼给打完 那么在经济层面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到 其实对经济部来讲 这个它现在说明 13个月内的杀伤力是轻的 影响到明年营收 大概只有3%左右 6个月的话会是利空 但超过一年的话 才叫重大的利空 所以这时候又强调说 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严重 但对高雄市政府来讲 行政法院 最后的行政的一个诉讼 如果最后一个行政诉讼 决定还是要走下去的话呢 那所谓的步伐的停工的一些损失的部分 最后确定通通得要由谁呢 由这个高雄市政府 你要来赔偿 刚才告诉你 这K机场 营利能力是蛮强的 一免240亿 所以他们现在是陷入这个两难吗 还是其实玉珍这当中还有很多 是台面上还没看到的政治效应 其实在台面下已经纠葛到不行 其实你这两天看到整个日月光的事件 你看到这个上下交相贼 这个行政院院长这样一话说 要严惩到底对不对 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看到经济部长江家柱的说法是什么 然后你看到这个环保署长沈世宏 他怎么说 有重点在他们愿意改善 这个态度有没有感觉上 好像到底是在帮谁讲话 刚刚这个委员说 他是这个沈世宏是拉着牛尾巴 其实不是 是他的态度上面本身 他不了解日月光过去一直以来 他做了很多很多 其实已经让我们从看见台湾拍到的 那个后进戏已经几乎快要无药可救了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整个 今天如果正常的情况是说 勒令他停工对不对 好 我已经听到一个声音了 虽然曾经高雄市政府这边 他说如果我的财囊有错 因为曾经德之前讲说 我必须要照程序 如果说我没有依照行政程序的话 我是要赔他的 一年240亿的话 那停工一天是将近 大概将近如果除起来的话 大概有七八千万的营收 那还得了 这个对高雄市政府来说 那干脆宣布破产好了 赔不了 所以他说要赔偿日月光的损失 这很可怕 可是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听到一个声音是说 其实因为碰到这种污染环保的问题 大家印象中之前台硕的公安事件 在我们老家在我的老家云林 那时候几乎大家都已经站上第一线去抗议了 最后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哎呀台硕说他给了云林县政府 给了苏志芬10亿 然后后来说这个实役 规避了这个议会的监督 所以后来呢 这事情是不是闹得很大 那个是另外一个两面手法 就是说你来跟我要钱 我是抵死不宠 好 所以你就来抓我了 对 所以我现在也听到一个说法了 就说高雄市政府 开出了很多很多条件 而这个条件呢 是日月光不接受的 所以呢 我只好任由你处置 任由你宰哥 那你必须要负责 如果你今天裁量错误的话 我要你吃不完兜着走 现在的形式上变成是说 好 那一个角力了 就是刚刚议员有提到说 有没有蓝绿问题 有没有政治角力 这其中还包括说 有没有人要出来选 什么宜兰啊 或是选哪里的县市首长啊 然后呢 另外就说 有没有去要求其他的政治现金啊 之类的 这样的声音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是没有是非到说 你日月光的污染 从过去一直以来 你有没有去面对 你有没有去解决 现在人家要处分你 要你好好的去解决的时候 你说 你给我政治勒索 这很可怕 这样台湾的小老百姓 是会很痛苦的 是你们大财团跟政治人物之间高来高去 那污染的水是我在喝我在吃 这样子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接下来很可怕的是说 好如果热令他停工 结果现在传出来的声音是说 因为你给我政治勒索 因为你高雄市政府要求我多少 我不给 我不从 所以呢 我才会任由李宰哥 这样子 这样子下去 这件事情 最后整个污染会解决吗 不会解决 事情是果真是像郁森 现在听到的消息这样的一个发展 大家看到只有政治的丑恶面 非常非常丑恶 刚讲到以前在云林 在台塑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显然这次也是这样的模式吗 现在都已经下午2点23分了 高雄市政府的记者 我还是开不出来 在这里压力真的是很大吗 这个一个国家 为什么最后是任由财团 跟我们这些政客们 在这里玩来玩去呢 我们到后续 大家可以好好再发展 接下来会有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态势 持续的发展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中央该不该讲话 我们刚刚其实都有在聊到说 中央这时候 你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特别是环保树章省是红吗 态度从一开始到现在 变还不小呢 我们就金蓝带我们来看到说 从一开始12月10号 他就说 完全支持高雄市勒令停工 严惩不法的厂商 这个才可以高雄市拍拍手 这次真的是很认真在做 但是来到16号就开始变了 这个礼拜开始变了 日月光被查获 违规23次 只有两次被罚最高的60万 他认为警察人员 是重放整体事情了 到昨天更直接强调说 高雄市政府其实早就知情了 我不知道金蓝你怎么看到 这个中央需要这个时候 跟地方来做这样的角力吗 还是中央他另有所图 这个观众朋友 跟国柱在这里 我觉得昨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因为他在行政院开战 他在立法院开战 其实很清楚 立法委员 民党立法委员 跟他在这里面全面开战 他在行政院自己跳出来 然后跟所有的这个中央官员开战 所以昨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类点 那在这里面 中间一定有个关键 为什么选择昨天开始开战 因为大概也是19号要到了 那在这里面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摊牌 在这里面摊牌 他在这里面给大家看到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最近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状况 台湾社会在反对什么 为富不仁 不见得反富 不见得反商 但是反为富不仁 但是为富不仁 后面有一个支撑是谁 是政府官员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大家去看 使用有那个所谓的乌龙事件 乌龙公文事件是什么 是卫权顶心被发现大统有困游 结果卫生福利部告诉大家说要让他下架 结果后来又抽回来说是福利事件 结果大家看到是谁 是不是卫生福利部的官员在包庇 这个不良业者 就我刚刚讲的为富不仁 他搜刮了台湾社会 非常大的多的财富 又让大家在这里面不安心不安全 今天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厂 本来应该是骄傲 你看他在经济部各种拿奖拿奖 然后世界第一最大封测场 我们应该是骄傲 可是大家又看到了一个面 叫为富不仁 他伤害了全台湾在社会 在这里面的环境成本 他把这个社会成本 通通拿上去 垫高他自己在这边的获利 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查不胜查 他自己也宣布了 环保署中央查过很多 地方政府也查过很多 你可以说中间有怠惰 但是今天被查到 该怎么处理就应该怎么处理 可是他们选择 从中央到地方 从第一时间开始财政部 经济部都在维护厂商 到最后应该为环境把关的 这个环境部的这个部长 我们今天环保署的署长 竟然也倒过去 在帮这个业者讲话 我在讲 台湾社会现在看到了一个状况 叫做反为富不仁 那反为富不仁 后面的支撑点是什么 是官员 那今天大家寄望的是什么 是检查 检查单位 检查单位 不管雄检跟陶检 大概还有张检 在过程当中 实用油事件 大家都看到检查单位 似乎看出来有一个支撑 那个支撑就是似乎 还有点正义的支撑 今天大家往这里偏 我们待会可能有其他的题目要谈 未来看到的 在这里面很多的阴谋 在很多处理当中 这个政府官员不被大家信任 因为大家看到了 一连串的事件 他在帮不良业者 然后修理的是什么 台湾民众 这里面看到了政治角力 跟政治斗争 他后面应该有明年的选举 那昨天看到了这个战场 开了下来 今天以后更多的战场 但是我要讲 整个台湾社会 弥漫的一种叫做 反为父不仁 但是我们的政府官员 没有看到这一点 似乎还站在 不良业者后面 这个东西是危害 或是冲击马政府 最大的一个重要的杀伤力 所以这个民调一直起步来 不知道我们的执政当局 自己到底知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 刚才在 竟然是资深政治者 昨天这个一举一看 现在说明清楚 大家有看懂了吗 没有错 这个环保署长 沈志宏最近都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的民进党 有几位立委 其实也不多 不是民进党所有立委 都跳出来执行他 也蛮好玩的 我们去关注一下 特别是来自高雄的民进党立委 高雄国民党只有一个立委 当然也没讲话了 但民进党立委都有跳出来吗 大家可以去看看 刚刚有讲到 高雄市议会也没有动员 这个事情伤害高雄这么大 那高雄市议会的议员们 又到哪去了呢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 昨天行政院会当中 各县市首长都要来 高雄市派的副市长李永德 他在这里开战 他直接骂环保署态度前后不一 以前很充心的 好像站在业者 那边对业者很友善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在这里头 大家各自在发动什么 各自在卖什么药 最后要影响的结果又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片刻 待会回来继续讨论